标记在Google Map上面 以后你点进去就可以看到 那个地方的摄影机 就是它可以share出来 让大家看到那个地方 像这里我印象中 这个好像是市民高架上面的摄影机 那你可以透过那个摄影机 看到市民高架 现在有没有在塞车 诸如此类的 那还有比如说你要看什么呢 这个地方还有说卫星图 你可以切换 然后可以一般的地图 可以做切换 那这些功能 当然你在那个 就是说呢 你在web版上面能够做的 其实在手机版也可以做 而且手机版甚至能够做到更多 那相关的使用方式的话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那里面的话 首先第一个呢 针对这一个里面的比较重要功能 其实我们等一下要试的就是 我要怎么知道我现在的位置 比如说我现在的位置 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个标记 那这个标记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知道我现在的经纬度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找到这个地点 新北市劳工中心好了 那我想知道 它的经度跟纬度的话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有没有简单的功能 直接在这个标记上按右键 右键之后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最底下有个什么 这里有什么 你把它抵下去 好那你再看一下 这里有什么之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上方就会有什么 这个是25点 有没有 063676 这个是经度还纬度呢 这个是纬度 先纬度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经度 所以呢 如果你要查到你现在的经纬度的话 很简单 直接找到那个点之后 有没有 然后呢 你就按右键 在这个点上按右键 这里有什么 它就会告诉你 你现在的经纬度 那也就是说呢 将来如果说 你要在手机上面标注 现在的位置 只要通过你手机本身的GPS 比如说你GPS 搜寻到你现在的位置 那我就可以 因为搜寻到位置呢 可是但是呢 你本身没有地图的话 你就可以利用Google地图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GPS的位置 在标在哪里呢 标注在你的Google地图上面 那你就比较知道说 你现在的地点 你就可以针对你现在的地点 去做后续的相关的应用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那当然还有一个讯息 就是说 精度跟纬度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给我们的 一定到小数点的第几位 第六位 特别注意 一定是到小数点的第六位 那这个是它给我一个location location就是现在的坐标 那不过呢 这个坐标的数值 跟那个Google要的数值 地图上面要的数值 又不一样 Google地图上面要的 一定不能有小数点 不能有小数点 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呢 要指向在Google地图上面的 某一点的话 你不能给它